請你跟我講過 請你跟我講過 發言不就是紅腫熱痛 怎麼會跟肥胖有關係呢 相信發言會加重肥胖 難怪會瘦不下來 真的嗎 請你跟我講過 身體發言腦力差 再吃甜食便自殺 這就是體力退化 有嗎 有 體力退化 我上次看一個報導說喜歡吃糖的人 他常常會這樣記憶力會退化 因為我很喜歡吃甜的東西 然後會造成甜的東西又會造成肥胖 所以這是關聯的連帶在一起 熱量過多就是重的 簡單講就是這麼簡單的道理 老齡發言檢測法年輕人卻撐不住 我們要兩分鐘就是有人可以幫忙計時 計時兩分鐘這樣 不再一半 七十秒耶 有點挑戰了 加油加油撐一下 那我只能說就是說 小月你現在發言反應是很嚴重的 對啊 其實一般來講 我們這個檢測其實是要給老人家 六十五歲以上的人做 所以小月你幾歲 體發言就會胖 到底這兩者有什麼關係 想要健康體態兩者兼顧 精彩內容千萬別錯過 我覺得我們應該先來釐清一下 這個慢性發言會導致肥胖嗎 還是肥胖導致慢性發言 這個關聯性對不對 營養師 我們解釋一下 其實我跟你講這就是 雞生蛋蛋生肌的問題 我們很難知道到底是哪一個 先開始的 到底是哪一個先開始 但是比如說在2007年的時候 我們就科學家就發現 其實就是這個好像 就是我們以前認為這個胖 這個脂肪只會對心臟有問題 對膝蓋有問題 到現在2014我們就很確認 脂肪就像是一種荷爾蒙 脂肪尤其是內臟的脂肪 發炎反應 比如說像我們脂肪會分泌脂肪激素 那脂肪激素會跟我們這個 影響到我們的食慾 那甚至包含呢 它也會影響到你的體重的新陳代謝 那它也會造成一些 體內的一些發炎的指數都會上升 或者是像剛才你問文華有沒有發炎 他說他不知道 可是我要跟你說像 很多我們看到像文華這樣子瘦瘦的人 但是他如果內臟肥胖高 他其實也會發炎 喔 在裡面的對不對 對 所以現場大概比較把握沒有胖的 沒有發炎大概就是潘若迪 對 對 他只有上一天發炎 是是是 好 不過呢 這個發炎到底潛藏在體內 如果它是一個慢性的話 這是長時間 我們要怎麼發現 總是有些症狀嘛 對 症狀一睡眠不好 睡醒之後還是很累 第一場覺得疲勞 有 症狀二 皮膚容易發癢 過敏或濕疹 症狀三 肌肉關節或身體內部 過敏的痠痛 還有症狀四 體力退化 有嗎 有 體力退化喔 我體力沒有沒有退化 我是記憶力退化 記憶力減退 還有注意力不集中 是老了的表現嗎 不曉得喔 對不對 都是慢性發炎的症狀 小鐘這些症狀你都有耶 真的嗎 怎麼會這樣子 你都有 我真的睡眠非常不好 真的嗎 譬如說今天錄完影 回去我會 那些今天錄影的那些東西 我還會在腦裡還一直轉 停不下來 然後明天又有新的工作 然後明天又要再想說 明天又要如何把自己表現好 因為我是一個很負熟認的一個人 不一樣 你不要再激化自己好不好 真的啦 我們知道的問題是 慢性發炎症狀 不是在找口碑的 不是這真的 因為很多上班族也是一樣 今天他工作完之後 他明天的工作 他一樣這個東西會在腦袋一直轉 會造成你的睡眠會很不好 然後那個身體的關節內部 其實常常會這樣 突然就覺得這個地方好痠 可是你要記得我昨天到底做了什麼 想一想 還想不起來 想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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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忘記 你做過什麼 我想說 原來我昨天去打籃球了 還想不起來 對 這四個都有連結 我一直以為這是老了的徵兆 睡覺的時候 我只要正躺著 我的皮膚就會開始癢 然後就會 就會發現 癢癢癢癢 然後癢癢 我就會一直抓 就睡不著 那你就側躺啊 側躺就好一點 我只要正躺我就會一直癢 然後癢到長得睡不著 還是有什麼冤親在主之類的 然後像是什麼肌肉關節 因為我以前是無三科 所以我自己覺得 就是可能是舊傷 你以前受過傷是不是 對 然後我的腰 永遠都好像沒有辦法 跟床碰在一起 所以我常常說 每天睡覺起來 就是腰傳美頭 那這一些症狀 有沒有可能跟你們在 纖細或是肥胖 的那個 凸顯的程度不一樣 我上次看一個報道就是說 喜歡吃糖的人 他都會常常會這樣 記憶力會退化 因為我很喜歡吃甜的東西 然後會造成甜的東西 會造成你肥胖 所以這是關聯的 連帶在一起 然後變成記憶力會衰退 但這些症狀 為什麼就代表 我們身體在慢性發炎 對啊為什麼 這個要解釋一下邱醫師 肥胖是一個什麼樣的變化 我跟你們講一句很簡單的話 熱量過多 就是重點 體重過重 就是自殺 簡單講就是這麼簡單的道理 什麼 你知道嗎 當一個肥胖的人 他肥胖的症狀產生的時候 他的血液當中 是充滿了葡萄糖 跟充滿了脂肪酸的 就是沒有辦法把它壓抑到正常的範圍內 那你想想看 你全身幾兆個細胞 都泡在這個高血糖 高血脂的這個血水當中 你看看 你這些細胞泡在這當中 你細胞膜慢慢慢慢產生什麼變化 細胞膜會變性 那這個子化的蛋白質 跟糖化的蛋白質 一旦變性 你的免疫系統 本來發炎是好事 發炎為什麼是好事 你細菌病毒進到我們身體 我們一定要靠發炎 才能夠把它殺掉 對不對 可是現在他把自己的細胞 當成是外來的細菌病毒了怎麼辦 自己吃自己 對 自己就打自己了 你了解嗎 那你全身的細胞開始受傷 這個時候你的功能就開始變差 所以才產生剛剛那些問題 但是我這邊要提供一個正確的醫療的觀念 就是說剛剛講的那四大症狀呢 事實上很多疾病都可以造成這些問題 但是大家要記得 如果你有這四個症狀的時候 你要回來省私一下 看看你是不是有那種熱量過高 所造成的肥胖過高 肥胖過重所造成的問題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恭喜你 有解了 那就是把你的熱量控制好 把你的肥胖控制好 那這樣的話 這四個症狀就不料而喻了 對不對 不是 那如果說是以慢性發炎 長期這樣子累積下來的話 除了我們剛剛說那幾個症狀 那以健康的角度 他還有可能是有什麼疾病嗎 發炎的四個定義就是 紅腫熱痛功能喪失 功能喪失是最重要的 你知道我們都聽過B型肝炎對不對 B型肝炎就是肝臟有病毒來 他慢性一直在發炎對不對 發炎久了以後 發炎好了又發炎又好了 會變成什麼 鮮原化對不對 鮮原化就是什麼 就是肝硬化 那肝硬化在持續發炎下去 就變肝癌 有道理 所以一個地方如果持續發炎下去 有時候就會導致癌症的發生 所以我們現在醫學上發現說 很多癌症可以藉由抑制它的發炎 來減少癌症的發生 我常常講說高血壓三酸肝油脂偏高 或者三高症有沒有 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 這三個問題 其實你只要把體重控制回來 他就好了 可是肥胖所導致了一些不可逆的反應 像中風你一旦中風你再減肥有沒有用 沒有用了嘛 那你一旦得到癌症你再減肥有沒有用 沒有用了 所以就是要防範未然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觀點 可是我怎麼知道我身體是哪個地方在發炎 對啊 我們沒有辦法 就是除非做一些抽血檢測對不對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我們用一個體能去反推你現在的到什麼程度 表示你有沒有辦法藉由運動去改善你的發炎 所以我們做一個簡單的測試這樣 好 好 營養師 那我們這運動要怎麼樣來做測試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找出他 借我摸一下 找出你的這個腰嗎 對 腰很粗耶 你不用擔心 有找得到就可以 接下來你幫我定一下 然後再來膝蓋 我們大概因為沒有兩尺 沒有這邊 對 然後幫我摔一下這個中間 好 那我們你退後一步謝謝 好 那延伸過來 我們就是貼到這邊 從這邊開始這樣貼一條 插一個高度就對了 對…插一個高度 然後呢 OK 好 那我就要麻煩你 就是我們要抬膝 膝蓋要超過這條黑色的線 所以這樣子我就有擦 雙腳 所以這樣子就有擦過對不對 對… 膝蓋為主 然後就要這樣子 對 然後就是左右 左右 左加右就加了一下 好 那我們要兩分鐘 就是有人可以幫忙 計時 計時兩分鐘這樣子 開始 好 1 2 3 4 太慢了 5 需要快一點嗎 要快一點喔 重點是你要快也可以 要慢也可以 重點是我的膝蓋 一定要超過那條黑色的線 10 超過就好 所以這個在家裡面 我們可以自己做 13 很容易吧 15 15 十六 那你多久 17 18 不是 因為你真的抬得滿高 那個高度有點像是我們儀隊 對 對 像學那個 那個月兵的時候 那個金門智慧隊 對 現在多久 40 50秒而已 還不到一半 他有點腳軟了 你加油 加油 撐一下 不行 你的膝蓋都沒有抬高 站起來 一樣是很嚴格 幾秒 9 8秒 來來來 快了 7 5 最後衝刺囉 7 8 快點 快點 再一下 8 速速坐下 快快快快 有這麼累喔 好難喔 好難喔 其實是很容易耶 其實這個會累 我們解釋一下 其實一般來講 我們這個檢測其實是要給老人家65歲以上的人做 所以小月兒幾幾歲 哇 她才青春年花28 是是是 OK 所以我們如果用銀髮珠來看 就是女生至少要大於 換角色 銀髮珠 對